限制出境规定是否要法治化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上午举行公听会 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棠表示 他在大学兼课从学界与经验法则上看 他赞成行政今世处分上的限制出境要整套修法 明定法定要建并做到告知当事人 但现境期限不能太短 法务部没有实谷不化 会随时代改变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上午邀请学者专家 以及司法院和法务部代表举行限制出境法治化公听会 陈明棠以机关代表练习 但他强调他的发言与法务部的立场有所冲突 发言只代表他个人并非拘束法务部 陈明棠认为现行限制出境存在争议与欠缺明确性 例如现境后未告知当事人没有遮计措施等 另外限制出境的时间应该要比积压的期限长一些 运会的学者专家一面倒认为限制出境要修法 且有违宪之余 然而练习的法务部代表检查司长林邦良独排众议 认为限制出境是限制住居的方法之一 实物见解并没有违宪 他强调如裁法官保留原则会造成实物操作的困难 现行实物将限制出境作为是积压的替代处分 不过限制出境不应毫无节制 而是审慎运用 前台大法律系教授陈志龙认为 把限制出境当成限制住居的方法 一种是阶炎时代的旧思维 限制出境的问题牵涉转行政 一 法治化作业 刻不容缓 立法院应该站出来帮人民说话 强化人权保障 陈志龙指出 现行的限制出境包括行政法与刑事法两种 目前因欠税动辄对人民寄出尽管限制 目的仅在于足税保全 行政权如此自义的践踏人权 有必要受到司法拘束 主管单位应义并检讨修法 增定目的性 例如因欠税而有逃亡之余 才能进行政法上的限制出境 否则不让欠税者到国外赚钱 将更无实意 民间司改会董事尤博祥表示 许多被告被法院裁定限制出境 动辄好几年甚至十年以上 并不合理 限制出境出海 应该要有法律 明文依据 法官应定期审查 个案才能督 促减审快速办案 不要因为拖案 影响人民的权力 前仪民署长谢立功说 民众对司法的信赖 往往取决于细节上 民众打官司 在意的是能否速审速节 但过程中 时间过长的限制出境 应欠缺告知 民众直到出境机场时 才被拦下来 不仅难堪 也影响工作权 主管机关在检讨修正行事诉讼 法官于尽管的规定 同时应义并修正 入出国籍移民法 司法院副秘书长林秦淳 左汉法务部正次林熙湖 右出席立法院 限制出境 因否法治法工厅会 图苏慰荣 分享